山上流下來的潛水也算是湧泉 這裡有200年歷史的孤寨 全水今年365天都會沒水 在山頂浩英里全酒寮的民眾 世代都在這裡擱水洗衣 每天會補到來這裡 大人洗衣服又生水 好像還有傳統的洗衣服文化 其中浩英社區前理事長也表示 既然在大地上全地山頂沒水沒電 就是靠這個天然沙水 古早的時候在我們這裡的時候 算是整一支來水還沒有裝置 整個針頭都靠一口針來成活 尤其九日的時候 所有停電的時候重複一口針來的時候 那個繁榮的景象 因為大家洗衣服也不洗禮 水就水的時候共也去判施 只有這口針來的時候水 中國又繼續給爭議的人維持 我們這隻可以像我出型我今年75歲 小個隻這裡可以像我專酒寮開完 做人潔來開分專酒寮比較重 好想要剪掉了 東北竟民老前面献人表示 它把專酒寮差不多十一年 早期沒出來了 大家都在這裡洗衣服 出品隔壁哪洗哪開工 感情都相當好 開工 開工哪有啦 比較不適合就忘記 人家的人會給馬桑和保證儲備啦 大家都很服裝啦 社區經民表示 這個池水非常特別 冬天很溫暖 冬天很涼爽 除了洗衣服也會帶人來玩水 這個池水跟當地的經民都有很親愛的感情 他們出希望可以保證 並讓大家都可以知道 記者王主儒 蔡英報道